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十一个考点 合伙人的性质转变 但这个考点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看一下条文 上课很少念条文 但这两个条文就要念一遍 先看第一 有限合伙人 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 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 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 无限严贷责任 但第二点 普通合伙人 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 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 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条文的话呢 先听个大概起 什么意思呢 大家需要区分 先看第一个转变 如果是呢 有限合伙人 他转变成普通合伙人 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是有限合伙人 但事后呢 他转变成普通合伙人 俩字 所有 只要他敢变成普通合伙人 他对所有的企业债务 他对身份转变之前 和身份转变之后的债务 都需要承担这个无限连带走 但第二转变 是普通专有限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是普通合伙人 事后呢 他转变成有限合伙人 能立地成佛吗 不行 他需要呢 对身份转变之前的债务 需要承担 不信 连带责任 但身份转变之后 他变成有限合伙人了 那肯定需要承担 有限责任就可以 但是讲身份转变的时候 那么决议方式是什么 是相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需要经过呢 这个全体合伙人一致统一 才可以 这是决议方式 要搞清 那么讲类似问题 身份转变 跟什么结合呢 跟入伙退伙 想结合的时候 来说清楚 我们看一下入伙 如果是 这个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 和入伙之后的债务 都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但如果是新入伙的 有限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 和入伙之后的债务 只需要承担 有限责任 那么这个有限责任 是以其 刃脚的 出的伪信 承担有限责任 然后第三个呢 是跟退伙 相结合 这个退伙的话 需要顶住 如果退伙的是 普通合伙人 他呢 对退伙之前的债务 要继续退伙之前的原因 发生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不限连带责任 再看 如果退伙的是 这个有限合伙人 对他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只需要承担 有限责任 那么这个有限责任 怎么去界定呢 是以其退伙时 从合伙企业中 取回的财产 回信 他承担 有限责任 就可以 这是呢 入伙退伙 跟身份转变 向结合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但这张图 是先把基本的概念搞清楚 咱们去理解 咱们再画张图看一下 这张图 是主块考生 必须搞清楚 就如果万一 考一个案例分析体 但这个万一的可能性不太大 如果真考案例分析体 这张图必须会 说就算不考案例分析体 给你考一个单选 或者多选题 也必须会 咱举例的看一下 ABCD 这四个合伙人 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既然是有限合伙 把人的身份搞清楚 听不过你 AB的话是普通合伙人 CD是有限合伙人 然后这个合伙企业呢 先向银行 借一百万 借钱之后 发生一系列 演化聊论的变化 第一个呢 是身份转变 说B的话 转变成有限合伙人 C的话 转变成普通合伙人 身份转变 然后第二个是退伙 A的话 退伙 说退伙时 从合伙企业 把这退伙结算 它分回的是 三万 然后D的话 退伙 从合伙企业 这个分回的是 二十万 然后第三个变化 心入伙 他告诉你 E的话呢 是心入伙的 有限合伙人 他认缴的出资 是三十万 认缴出的三十万 但是他可以分期出资 他并没有掏过钱 只是承认缴纳出资 三十万 然后F的话呢 是心入伙的 普通合伙人 他认缴的出资 三十万 这三十万的话 掏过钱了 这三十万 他已经是实际缴纳了 三说 但是E的话呢 并没有掏过钱 他一年没掏 这是发生这些变化 然后合伙企业到期 不能偿还 养贷款 这企业照清厂 先起 后个人 企业全部财产 是四说 对这个部组的六说 E的话呢 则债权人 他可以找谁 就ABCD EF 等六个人 先看一下 如果E找A的话呢 要全部六说 A能拒绝吗 不行 因为什么 A的话属于退伙的普通合伙人 他对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走 所以这个 找掉六说 A不能拒绝 这个E的话呢 如果找B 要全部六说 行不行 B的身份是什么呢 当时借钱的时候 他是普通合伙人 时候他转变成 有限合伙人 能立地成佛吗 他对身份转变之前的债务 照样是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走 找B要六十万 可以 然后E的话呢 找这个C 要全部六说 C能拒绝吗 也不能拒绝 把身份搞清楚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C是有限合伙人 但他事后 转变成普通合伙人了 胆子变大了 他对身份转变之前 身份转变之后的债务 都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走 然后第四 如果找B 要全部的六说 B能拒绝吗 B的话 是可以拒绝 因为什么呢 B的身份 他是退伙的 有限合伙人 对其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以其退伙时 从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 无限 只承担有限责任 当时他退伙时 分回二十万 最多拿出二十万就可以 这点搞情 再看一下 E的话呢 如果找E 要全部六说 E能拒绝吗 这块可以拒绝 因为什么呢 E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属于新入伙的 有限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只需要承担 有限责任 是认脚的出的危险 承担有限责任 他认脚的是三十万 他前面并没有掏过钱 这回的话呢 找到三十万 这个可以 但如果E的话呢 扔脚的三十万 他前面出过 二十九万 那这回找到一万就可以 总之 E的话 最多这个三十万 确保无归 然后再看债权人 如果找F 要全部三十万 注意找F要全部六十万 F能拒绝吗 F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属于新入伙的 普通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就在那掏过三十万 然后再找他要六十万 F不能拒绝 大家把这张图 看懂了 他同时考到 入伙 退伙 和身份转变 把这个点 必须怎么清楚 然后呢 咱们再举个例子 看一下 这是朱快 他14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说假以分别 什么有限合伙企业的 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 后来假变更成 有限合伙人 以变更成普通合伙人 把身份搞清 这个假的话呢 说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是普通合伙人 时候转变成 有限合伙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处理呢 不能立地成佛 对身份转变之前的债务 他照样是需要承担 这个无限连带责任 再看以 以的话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是有限合伙人 时候转变成普通合伙人了 只要他敢变成普通合伙人 胆子变大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对所有的企业债务 不管是身份转变之前 还是身份转变之后的债务 都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这你心里先明白 然后呢 根据这个图 再看一下 怎么去选 就可以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选A跟C就可以 这话就不用挨这个念了 这是身份转变的问题 再看一下第十二说 靠底 合伙企业 不能经常到期债务的处理 谈到这个点 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看一下了 如果你看条文 本身表面比较简单 他说合伙企业 不能经常到期债务的 债券人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 破产清算申请 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 来清查 但第二点 说就算申请到破产 如果这个企业 被依法宣告破产 钱不够 不够的部分 这个普通合伙人 照样是继续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跟这个 有限合伙人有关系吗 这个没有关系 都是普通合伙人 他需要兜底 但这个问题 注意出题的时候 跟什么结合呢 跟前面讲 入伙退伙 和身份转变 想结合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咱们看一下 猪块以前年度 出过的两个题目 先完第一题 是09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他甲乙丙丁 成了一家 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的话是有限合伙人 把人的身份和清楚 一年之后 说甲转变为有限合伙人 并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他说此前 合伙企业欠一行五十万 该债务直到合伙企业 被宣告破产 仍未偿还 他下来关于 对该五十万 照欠承责任的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事跟破产关系大吗 总之 先企业后个人 对企业不够的 这个五十万 谁需要承担责任呢 我们先看甲 甲的话呢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是普通合伙人 事后他转变成 有限合伙人了 能立地成佛吗 对身份转变之前的债务 照样是需要承担 无限人的责任 找甲 承担无限人的责任 然后这个乙 乙的话 人还在折腾了吗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就是普通合伙人 事后的话呢 人家这个做不更名 行不改姓 还是普通合伙人 那这是死定 能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再看这个丙 丙的话呢 当时企业借钱的时候 他是有限合伙人 但事后的话呢 脑子短路 变成普通合伙人了 找死 他对身份转变之前 身份转变之后的债务 照样是需要承担 无限人的责任 然后这个丁 丁的话呢 企业借钱的话 就是有限合伙人 天生胆小 事后也没身份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丁的话 只需要承担 有限责任 就可以 但是问题是呢 企业被宣告破产 被宣告破产的话呢 那企业钱都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搞清 这个甲乙丙 甲乙丙的话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这个丁的话呢 但刃脚的出资 十万 这个十万都没了就完了 还用再套别的钱吗 不用再套别的钱了 在这个点的话呢 选C就可以 这是第一题 好笑话 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甲乙丙丁设立了一个有限贺博企业 其中甲乙是普通贺博人 丙丁是有限贺博人 一年之后 甲转为有限贺博人 同时丙转为普通贺博人 他说贺博企业创立之初 企业欠价格50万 该债务直到贺博企业 被凶货破产 仍未偿还 他说下来关于该50万 照我欠伤责任的表示中 不合规定的什么 这可以看到这你发现 跟09年那个题目 差不多 基本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点的话 还是要甲乙丙承担 无限连贺责任 丁的话承担 有限责任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B就可以 两个题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考题 它翻来覆去的初 如果今年再考一个 类似题目的时候 尽管表面考的这破产 跟入货退货 身份转变 像结合的时候 大家要搞清楚 好笑我看第13个考题 法定事项 与这个约定事项 这一处呢 这是一个考点东书 大家需要搞清楚 约定法定的问题 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大家搞清 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他如果这个事 是法定的 如果是法定的话 又是什么呢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合会洗衣 能下约定吗 不能越雷迟半步 这是法定的 然后第二层次 如果这个事项 他是先看合会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只有合会协议 他没有约定的时候 才看法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ABCD 这四个合会人 他成立假 合会企业 都在拟定合会协议中 约定了以下事项 其中 哪个会踩地雷 如果是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种情况 就不会踩地雷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哪些属于法定事项 法定事项 包括N条 大多数条款 它是法定的 但是第二个模式 先约定后法定 那么这个模式的话 包括几条 咱们这个 至少从考试的角度 大家记住呢 是6加4 加4 总共是14条 为什么不直接说14呢 分开说是有用的 首先这个6 6的话 咱们前面讲到 重大事项的时候 重大事项 包括6条 那6条呢 第一个是改变名称 第二改变机场范围 改变地点 第三 处分不动产 这是6 然后这个4的话 指的是什么 后边还有个4 指的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法定事项 法定事项呢 包括那些不限于 先看第一条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他这个出制的时候 该咱们去处理 这块咱们反复强调了 七八变了 出制 是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直统一 是必须经过 一直统一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如果未经 一直统一的 即使第三人是善意的 该出制行为 照样 小 然后第二 普通合伙人 能否从事 通本企业 向竞争的业务 这是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因此合伙协议 不能下约定 然后第三 这个对这个普通 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协议 能否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或者有部分合伙人 全部亏损 这行吗 这是绝对的不能这么约定的 绝对不能约定 这是普通合伙企业 但如果是有限合伙企业呢 他的合伙协议 是可以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 合伙人 然后第四个法定 有四类法人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以公益性事业单位 合设团体 这四类法人 绝对的不能成为 普通合伙人 但他可以成为 有限合伙人 然后第五点 有限合伙人 不能拿劳务处资 然后第六条 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是由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企业事务 有限合伙人 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对外也不能代表 有限合伙企业 这六个法定 但是这个事完了吗 包括N条 大多数条款 都是法定的 来讲到这的话呢 有两个通知 有什么情况下 只需要通知呢 通知的话 两处通知 第一处是普通合伙人 如果相互直接 对内转让 财量份额 相互直接转让的时候 只需要通知 其他合伙人 然后第二处呢 是这个 有限合伙人 他按照合伙企业的约定 对外转让 财量份额的时候 只需要提前 三十天 通知其他 合伙人 这是法定事项 法定事项 包括N条 后再看一下 这个先约定 后法定 现在后法定的话呢 这个模式是6加4加4 首先我们看一下6 6的话 这块不用再说了吧 要求你写在手心里边 天天吃饭之前看一下 最终的话 说梦话的能脱口出 而且6跟什么区别 跟那个8 什么情况 不是会执行企业事物 那8条 这个真正分清楚 因为那如果企业 想改变名称的时候 他是先看呢 合伙协议事先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那么需要经过 这个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这是这个6的问题 然后再看4 4的话指的是呢 还有4个事项 他做决议的时候 也是这么一个模式 他是先看呢 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他需要经过呢 这个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注意这个呢 包括几条了 这是6加4 那么这个4的话呢 我们总结一下 前面都讲过 如果放一块呢 第一处 是关于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这个新入伙 新入伙的话呢 是先看约定 没约定的时候 全体一致统一 然后第二处呢 是关于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这个对外转让 这个财产份额的时候 是先看约定 没约定的时候呢 就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 然后第三处呢 是身份转 身份转变 普通合伙人 转变成有限合伙人 或者有限转成普通合伙人 然后第四处呢 第四处是他们最开始讲过 如果修改或者补充 合伙协议本身 这是呢 六加四 这个四 这第一个四 这是先看约定 如果没约定的时候 需要全体一致统一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四 第二个四的话 是六加四加四 那么这个四的话呢 指的是啊 跟有限合伙企业关的 他说ABCD 这四个合伙人 成立甲 有限合伙企业 AB的话是普通合伙人 CD的话是有限合伙人 C的话都有限合伙人 三个问题 他能否从事 想竞争的一位 他的交易竞争的问题 我们去处理了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才看法定 法定的话呢 首先 他可以从事 向竞争的业务吗 是可以 然后第二个 能从本企业 进行交易吗 可以 然后第三 能出制吗 照样是可以 这是这个三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假的是 注意这个假的话是 有限合伙企业 他能否 在协商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先看一下 这个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 可以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呢 可以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这个没问题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咱们去处理了 法律规定 有限合伙企业 不得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这是六加四加四 总共呢 这十四条 就是先约定 后法定 来搞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 第三 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 这块讲的是 关于决议方式 那么决议方式的话 这个怎么去处理 谈到呢 这个决议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 不同的事项 做决议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 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呢 如果这个事情 是法定的 法定的话呢 你就必须按照 法定的去处理 例如 如果是普通 合伙人 他将 财产份额 出制的时候 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他出制 由法律规定了 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医治统 既然必须经过 医治统议 因此合伙协议 还能瞎约定吗 能运励一次 半步吗 不行 那么除了法定之外 那么别的事项呢 就是相看约定 有约定的话呢 相看约定 例如 他如果合伙企业 想改变企业名称 改变经地点 那这些事呢 他是相看约定 有约定看约定 关键是合伙协议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咱们去处理 没约定的话呢 要看一下 是否属于6加4 如果是6加4的话 意味着什么 6 指的是那6个重大事项 改变名称 改变地点 这个处分不动产 那么这6条 然后这个4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6加4加4 这是那个第一个4 第一个4的话 像普通合伙人 新入伙 这么多决议 然后身份转变 怎么做决议 普通合伙人对外 转让财产份额 怎么做决议 这是6加4 那这 总共10条 那么这10条 注意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对这10条 他这个决议方式 是需要经过 这个全体合伙人 这个一致统一 才可以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某一个事项 合伙协议事先并没有约定 也不属于6加4 就法律并没有特别规定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这是兜底条款 他采取的是 全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全体 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这个兜底条款 咱们前面讲过吗 这有咱们讲过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话呢 咱们同时讲过 他如果ABCD 这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假 普通 合伙企 让AB的话来执行企业事务 AB在分别执行企业事务的时候 A在卖冬过的时候 B的话提出1 提出1之后 这种情况下呢 也能暂停执行 但最终听谁的呢 他们俩争执不下 他们俩就要打起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去处理 对这个事情 要看一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约定了 说他们俩出现争议的时候 就听A的 这个可以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 这个属于6加4吗 不属于6加4里边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采取兜底条款 就全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全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第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 如果这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他准备聘请以这个会计述所 办理审议业务 如果请会计述所 怎么做决议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聘请会计述所 首先这个属于6加4吗 它不属于6加4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能采取兜底条款 就全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全体过半数的通过方式 然后AB的话呢 是普通合伙人 CD的话是有些合伙人 CD的话 参与选择会计述所的时候 他不视为执行起事务 这点就区分 让大家继续看 他如果这个E 他是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 新入伙 如果是新入伙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呢 新入伙的话 具有方式 要看一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这个属于什么 普通合伙人 新入伙 这属于6加4里边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才可以 所以类似的问题 你把这张图需要搞清楚 什么情况是6加4 什么情况呢 是兜底条款 这个需要区分 所以有个6加4 还有个6加4加4 大家把这几个圈 真正需要搞清楚 要是不是听懂了 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缓一下 因为对这个 祝快考生 约定法定的问题 是大家必须 怎么清楚的 脑子必须干净 我们想看第一题 他说某 合伙企业 举行 合伙议会议 表决对外投资事项 他对这个 对外投资事项呢 进行表决 但是合伙企业 对这个破事了 表决办法 未做约定 而根据规定的 怎么表决 对这个决议方式 决议方式的话 马上想到 有约定 先看约定 但如果约定了 还考吗 跟你有啥关系啊 关键是 没约定的时候 没约定的话 你就要 防守住什么呢 如果他是6加4 6加4的话呢 那这种情况 就必须是 群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但是对外投资事项 属于6加4吗 他不属 既然不属于的话 所以只能是 兜点条款 是全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然后全体过半数的 这个通过方式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选C就可以 这是第一题 好 小鹏看第二题 甲乙丙丁 准备共同投资 设了一个有限 合伙企业 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的话 是有限合伙人 把人的身份搞清楚 这四个傻小子 经洗浪之后 草拟了一份合伙协议 该合伙协议 约定的 下来事项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就协议本身的约定 他马上想到 这个进攻的是什么 哪个是 把定的 如果这个事 是法定的 这个合伙协议 不能约雷迟半步 约雷迟半步的话 都叫采迪雷 就不符合规定 然后第二层次 他如果这个事呢 是先约定后法定 如果是这么一个模式 就简单了 先约定后法定 在这合伙协议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但这个模式 至少你把 那个6加4加4 那个14条 需要记住 我们看一选 说假以防务 作价数万出资 以专利技术 作价数万出资 并以老务 作价数万出资 定以现金 而数万出资 那你看到这 作价数万出资 讲出资的时候 真正要防守的是什么 拿货币出资 拿房屋出资 需要防守什么 不需要 真正需要防守的是老物 因为只有普通合伙人 他可以拿老物出资 有限合伙人 不能以老物出资 丙的话 正好是有限合伙人 他不能以老物出资 财地雷了 帮一下 炸了 A的话不能选 再看选项B 说经三个以上合伙人统一 说假以可以向第三方 转让去财产分合 B的话考的是 对外转让财产分合 这是普通合伙人 他对外转让的时候 是先看合伙洗衣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先看约定 没约定的时候 法律规定 经其他后人一致统 但是这块讲的是呢 这个协议本身的约定 所以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一看这个事 他属于第二个模式 这个地方用看吗 肯定选 他怎么约定都可以 所以不管是 经三个以上统一 还是经两个以上统一 这个都可以 能八个吗 不行 别太干 因为他这块 他总共四个人 经过八个以上统一 这不行 再选C 他合伙事务 由甲丁 共同执行 那么讲事务执行的时候 马上想到 因为他是有限合伙 只能是由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解释 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执行解释 丁的话是有限合伙人 他不能执行解释 财地类 不能选 然后选D 说甲乙 以自己的财产份额出之的时候 必须经过其他合伙人 过半数统一 对吗 因为甲乙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出之的时候 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 议定 合伙协议 能下约定吗 他只要过半数就可以 踩地雷了 这个不行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只有B的说法正确 选B就可以 好下来看第三题 根据规定 下来有关有限合伙企业的表录中 正确的是什么 还选A 说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这绝对不行 他只能成为有限合伙人 然后选B 有限合伙人 说可以拿巴拉巴拉和老物出资 行吗 他绝对不能拿老物出资 然后选C 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 他说可以执行企业事务 踩中第一个地雷 然后对外呢 可以代表该企业 踩着第二个地雷 出资老师怕你选 所以这个C肯定是错的 两个地雷都踩了 然后选D 他说如果合伙企业 我相反约定 有限合伙人 说可以经营同本企业 想竞争的业务 对吗 有限合伙人 能否从事竞争业务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他可以从事想竞争的业务 所以D的说法正确 这个题的话 选D就可以 好下来看第四题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的下列约定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这题都看短 他还是考的两种模式 先问选A 普通合伙人 可以拿现金出资 拿现金的话 都没事 然后有限合伙人 可以拿老物出资 踩地雷了 这是法定的 绝对不行 但选B 到合伙企业成立后 前三年的利润 说全部分给普通合伙人 这行不行 也就是说 有限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企业 能否约定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行吗 他有限合伙企业 这一块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普通合伙企业 绝对不能这么决定 然后选C 有限合伙人 假 对外代表本企业 执行企业数 第一个是不能执行 对外的话 不能代表 因为他是有限合伙人 然后再看选D 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一人 有限合伙99人组成 这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人数是2到50人 上限50 他说到100了 肯定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B的说法正确 选B就可以 他再看一下 这个第五题 他说假以柄 准备设立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 假是普通合伙人 以柄的话 是有限合伙人 他说下列合伙企业 内容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这会儿还是考的 这三个合伙人 在合伙协议中 约定了以下事项 其中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还是需要区分 如果这个事是法定的 绝对不能采定类 但如果是 先约定 后法定 那这种情况 就不涉及到采定类的问题 千万选A 说以德华语老乌 所调二顺处资 以德华识的身份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拿老物出资 才就来了 法选B 说假以去出资金额的两倍违宪 对企业债务承担 有限责任 对不对 因为假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既然是普通合伙人 他对企业债务需要承担 无限责任 什么叫无限责任呢 你不管出资 你出资出的是十万 但有可能赔进去两千万八千万 都可以 他说假的话 我出资十万 最多逃二十万 这个不行 这块财地来了 那需要承担 无限责任 然后选C 说丙不得将其 财产份和出资 有丙的身份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出资的时候 他出资呢 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怎么决定 所以说不管说可以出资 还是不能出资 这个都 不会采地来 那这是一个 这属于第二个模式 这是六加四加四里边的东西 然后选D 说丙是合伙事务执行人 行不行 丙的身份呢 他是 有限合伙人 他绝对的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所以这块采地来了 所以这个题只有C的说法正确 选C就可以 好笑我看第六题 加以丙丁 准备共同投资 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加以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的话是有限合伙人 四个人藏你的一份合伙协议 该合伙协议的项目内容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还是考的两个模式 先看一下 说丙的话呢 担任执行术合伙人 丙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执行 踩地雷了 不行 他选B 说加以房屋作家三万出资 以专利技术作家十万出资 丙以老屋作家二十万出资 后边不用说了 丙的身份是 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以老屋出资 然后选项C 说丙丁的话呢 可以将其参与财务出资 行不行 丙丁的身份是有限合伙人 将出资的时候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都不会采定来 这个把C给选上 然后选D 合伙企业名称 是环宇商贸 有限公司 对不对 他的企业是 有限合伙企业 先是有限合伙企业 名称中必须出现什么呢 出现 有限合伙 责押 能出现公司俩字吗 这个不行 要中国的公司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 有限公司 股东承担 有限责任 但是呢 这是有限合伙企业 你这个普通合伙人 需要兜底 需要承担无限责任 不能出现公司字样 在这块财地来了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就选C就可以 这是呢 约定法定的问题 但是讲到这个点 实际上还有一个变种 咱们稍微讲一下 它该怎么变呢 就这么出题 他告诉你呢 ABC 这三个人的话呢 准备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合伙企业 但是A的身份呢 A是上市公司 然后这个B的话 是一个国有企业 C的话是一个自然人 意味着什么 站在AB的角度 因为这哥俩的话呢 尽管招牌很大 但是能出事吗 他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AB的话 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既然他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所以这个企业呢 他准备成立这个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话 只能是有限合伙企业 既然是有限合伙企业 意味着什么 答应到一 他至少包括一个普通合伙人 至少包括一个有限合伙人 所以导致这个C C的话只能是普通合伙人 然后呢 说他们三个 在制定合伙企业的时候 原理下实相 但是呢 他不像前面出的题 他说告诉你 说谁是普通合伙人 谁是有限合伙人 但是这个题呢 他并不是直接告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通过这个点 AB的话 只能是普通合伙人 然后这个企业的话 只能是有限合伙企业 导致C的话 只能是普通合伙人 有这么一个转弯 然后剩下的出法就是压 在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约定法定的问题 好再看一下第十四处考谈 这个合伙企业 解散与清算的问题 这处是两个信号 或者一个信号都可以 首先的话 我们看第一个 解散室友 什么情况下应当解散 第一 是期限界门 实际上他可以有期限 也该没期限 说好的 就干十年 十年到点 下课 这合伙人决定不再玩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 合伙协议 约定的解散室友出现 事先约定 说只要赔到一百万 就解散了 然后第三种情况 是群立合伙人 决定解散 再问第四条 合伙人 已不具法定人数 满三十天 是大于等于三十天 对这个第四条 就要区分 它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因为是合伙企业 你至少在大于等于两个人 如果有八个合伙人 丢了七个 剩一个了 那肯定不行 再看第二种情况呢 如果这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它如果普通合伙人 变成领了 都剩下几个胆小的了 那这种情况下 没人兜底了 那照样是需要解散的 再看第四条 合伙协议 约定的合伙目的 已经实现 或者无法实现 那这种情况下 都得解散了 第四种情况 依法被吊销 应指兆 被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 然后第七是兜底的条款 这是什么情况下 应当解散 那么讲到这个三十天的问题 我们说一下呢 整个讲合伙企业法 实际就一个数字 三十天 技术就可以 因为大多数考的 需要你准确理解 约定法定的问题 准确理解 三十天的话呢 有四处讲三十天 第一处的话 刚说完 这是什么情况下 需要解散 是合伙人 不就在法定人数 已经满三十天 第一个三十天 然后第二处三十天呢 是在讲到 这个通知退伙的时候 通知退伙 这时候是 故意约定合伙期限 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然后提前三十天 通知合伙人 然后第三个三十天 是讲到 如果是有限合伙人 按照合伙期的约定 对外转让 财战份额的时候 需要提前三十天 通知 然后第四处呢 是在讲到 这个除名的时候 这个除名决议 合适生效呢 是被除名人 接到通知 除名生效 然后呢 这个被除名人 有意义的时候 是在接到通知 直起 三十天之内呢 向人民法院起诉 只能接到通知直起 开始计算 这个四处三十天 这个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清算人 要清算的问题 这也后会讲 第六章 讲公司解散清算 会讲清算组 那么合伙企业解散的时候 他是清算人 清算人的话 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ABCD 他们四个人 成立假 这个普通 合伙企 如果解散的时候 这个清算人 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ABCD 他们共同 清算 这是可以 关键是呢 如果让部分合伙人 说就让AC 来清算的时候 或者呢 让外人 让E的话来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不是全体了 他就要经过呢 这个全体合伙人 过半数 统一 他可以 全体过半数统一 有这么一个规定 大家适当的住一下 除非这个提出的比较鞭 否则的话呢 这块可以不用多管 然后第三 此合伙企业解散 是有出现之期 15天内 未确定清算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 合伙人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指定清算人 让清算 像这个合伙企业的债权人 可以找法院 申请指定清算人 这是谁担任清算人 然后第三 是债权申报期限 这个申报期限的问题 想多说一句呢 不管是公司解散 还是合伙企业解散 这个规定是完全一样的 第一个是通知的时间 通知的话呢 是通这个清算人 被确定之期 在十天之内 要通知已知的债权人 而在报纸上 经公告的时间 是60天进行公告 那么接到通知的债权人 是30天 未接到通知的 做公告之期 45天内申报债权 这是申报债权的时间 30天 45天 这块为什么不用你画呢 因为咱们后来讲 第六章会讲法定合并的问题 讲减资的问题 30天 45天 这个说法是一致的 这是申报债权 然后第四是财产清量顺序 当合伙企业解散的时候 第一步 先支付什么呢 支付的是清算费用 然后第二步呢 是职工的工资 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第三步呢 支付的是所欠的税款 第四是清偿债务 清偿债务的话 如果还够 还够的话呢 这很不错了 清偿债务还够 还够的话 这个时候就分呗 分的话呢 按照协议的约定 将分配就可以 但如果到清偿债务不够的时候 企业全部财产 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 那这个时候谁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是财产清偿顺序 再看一下第五 是民事赔偿 忧心执行 如果违反合法企业法的规定 应当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和缴纳罚金罚款 其财产不足以同日支付的 首先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就这个问题 如果考单选题了 是白送分的 又不管是合法企业法 还是公司法 都有相同的规定 就首先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好 现在咱们去用例子 小话一下 小话第一题 是驻快09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他说某合法企业解散时 在如何确定清算人的问题上 合法人加以丙定 各执于此 他说下列主张中 不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看一下选A 他说假说 由我们四人共同担任清算人 对吗 咱们四个一块上 这是符合规定的 但不选 再来选B 他说以说 我是大家一直同意的 企业事务执行人 只能有我 但是清算人 这样清算人的时候 跟谁执行企业事务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以的话这个说法是 不符合规定 把B的话给选上 再来选C 我建议从我们四人中 推选一人 但是清算人 这行不行 这清算人的话 可以是有一个人 或者部分人 但是清算人 这个可以 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人担任的时候 需要全体过半数 统一 他可以 再来选D 丁说 合伙企业清算 不允许 有合伙人担任 建议的话 找一个助手会计师来担任 你听着高兴 但是问题是呢 有这个规定吗 因为清算人可以是全体 合伙人 也可以是部分 合伙人 丁的这个说法 是不符合规定的 把D给选上 这个题选B跟D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时 合伙企业财产 首先 那清场的是什么 第一步先清场的是什么 是清算费用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这个选D就可以 好 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考点 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有这个问题 去年能助开考过单选题 今年的话稍微助一下 我想再出一遍的可能性呢 要小得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 这个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它指的是什么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说A跟B 他们都是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都是境外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成立假 这个合伙企业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说AB的话呢 他们两个是老外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 然后A跟D的话呢 是中国境内的 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然后他们四个的话呢 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这个都属于 总之的话呢 这个合伙企业中 包括外国企业 或者外国 这个个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 他在 这个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 设立合伙企业 好 看下第二种情况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设立 合伙企业 必须遵守 合伙企业法 以及 其他有关法律 信仰法规 规章的规定 并且符合 外商投资的 产业政策 毕竟这块是 由外方投资 第三 这个外国企业 或者个人 他用于出资的货币 这个货币的话呢 他应当是 可自由兑换的外币 可以是美元 也可以是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这点搞清 可以是外币 也可以人民币 谈到这个 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这块你不用紧张 咱后边讲 第十二章 会专门讲到 这个从境外 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咱们第四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 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 应当由全体合伙人 指定的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 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授权的地方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设立登记 所以这一块呢 只有这个全体合伙人 他指定的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 这个校办理工商登记 他领取执帐 所以这个执照的话呢 是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应该执照 毕竟是由这个外商投资 是外商投资呢 合伙企业执照之后 方个从事应该活动 然后第五条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解散呢 应当依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经清算 清算人应当 则清算结束之期 15天内 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等级 这是解散清算的问题 再看第六点 他说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 外国合伙人 全部退货 这个该合伙企业 继续存续的 应该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 申请并更登记 这块什么意思呢 这AB的话呢 这都是外国企业 然后CD的话呢 是这个中方 他们共同出资 成了一个 这么一个合伙企业 所以原来的话 有外国投资者 在这块叫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 但如果外方的话 全部退伙 AB的话都退伙 就剩CD 剩中方 然后这个合伙企业继续存续 那么这种情况下 谈不上解散的问题 但是呢 需要依法办理 变更登记 原来是外商投资的 现在的话呢 就给它变更成 不是外方投资的 就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去年考的那个单讯题 说境外甲 四目基金 与境内已有限责任公司 准备合作设立 并有限合伙企业 在境内经营 共享充电宝项目 其中甲 是有限合伙人 已是普通合伙人 既然是有限合伙企业 所以至少包括一个 普通合伙人 至少包括一个 有限合伙人 他说根据规定 说下来关于设立 并有限合伙企业 去遵守的相关规定的表录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应当有以付的办理 这个审批手续 所以这块就算有外商投资 这块需要办理审批手续吗 咱们第十二章后会讲 这块是不需要办理 这个审批手续 然后选B 说甲出资的货币 说必须是人民币 对不对 因为甲是外方 他出资的货币呢 他可以是可作兑换的外币 也可以是依法获得的人民币 说必须是人民币 这个说法是错了 再选C 说应当领取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 应该执照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他领取的是个外商投资 合伙企业 应该执照 然后选D 说必须向商务主管部门 申请设立登记 对吗 这个企业设立的话 把你设立登记 是找工商部门 并不是呢 这个商务主管部门 所以这点的话呢 这个题选C就可以 这是关于 当外方投资 设立合伙企业 这个特殊的这个规定 这个规定的话 大家这个上基础班的时候 稍微听过一遍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害的时候 是必须要此定备的东西 那么讲到这儿了 整个第五章 我们就讲完了 第五章的话呢 实际复兴难度 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需要大家真的 有些问题 就要准确理解 第一问题 大家需要盯住的 是关于这个 约定和法定 它的顺序问题 它如果有些事项 是法定的 法定的话呢 这个合伙协议 不能越雷尺半步 例如 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不得以劳务出资 然后有限合伙人 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对外不能代表 有限合伙企业 这是法定的 或者讲 普通合伙人 他绝对的不能从事 从本企业 向竞争的业务 如果普通合伙人 那财政参合 出制的时候 是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制统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既然是法定的 因此合伙协议 就不能下约定 然后第二层次 如果这个事项 是先约定 后法定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事就简单 因为他们在 定立合伙协议的时候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例如 说这个ABCD 这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AB的话是普通 合伙人 CD的话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说他们四个人 拟定了一份 合伙协议 在合伙协议中 约定了以下事项 其中符合规定的 是什么 其中呢 他约定的事项 是能否从本企业 进行交易 那么谈谈交易的问题 他需要盯住 不管是普通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怎么画这张图 都是先看 合伙协议 事先有没有定 因此呢 既然都是先约定 后法定 在这会儿 闭着眼睛 他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这个谈不上 踩着雷的问题 但是呢 说这个事情 如果合伙企业 没有约定的时候 这个看法定 看法定的话呢 例如这个 有限合伙人 他能否从事 从本企业 向竞争的业务 或者能不能进行交易 是先约定 后法定 所以这个 先后顺序问题 这个大家必须 这个搞清楚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个层次呢 是关于这个 普通合伙人 跟有限合伙人 他的区别 咱们讲 交易竞争 出制 还有那个财产份 和对外转让 那几个区别 就要搞清 同时需要搞清的 对这个合伙企业 他的债务清查 是先企业后个人 但是讲个人 这个清查债务的时候 跟哪块结合呢 跟这个入伙 退伙 和身份转变 相结合的时候 这个点 大家必须搞清楚 入伙 退伙 身份转变的问题 这是呢 不管考小题目 还是考案例分析体 要考清楚 毕竟合伙企业呢 他有可能考案例分析体 所以听完第五章之后呢 建议大家 先别往前跑 先别看第六章 你把这个合伙企业呢 咱们讲 吸体班的时候 会用一个小时 来讲一下 如果考案例分析体 这个考点 哪些考点 需要重点关注 然后呢 咱们讲一下 最近几年考过的 那几个真体 反正那几个真体的话呢 用一个小时 吸体班的话 看一下 如果 这个真考 这几个真考 这个真考 这个合伙企业的 这个案例分析体 直接这个时分 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得手啊 这是 关于这第五章啊 所以大家呢 这个第五章呢 这个最好 把课件 再好好去消化一下 如果课你真的不想 四个小时再听一遍 至少把PPT呢 再好好去看一下 因为你第一遍停课 是先找到东西南北 然后你第二遍看 PPT的时候 就知道老师反过强调的 约定法定的顺序问题 等等 这些问题呢 真正需要咀磨清楚 这七八分 千万不能丢 讲到这儿呢 第五章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